欢迎访问Ment Linux社下多桌面环境切换 本教程是基于LinuxMent 17.4 这种桌面环境默认的系统按照是这个 PC系统是这个 为的也是我首先在一个虚拟机箱 按照的这个操作系统 然后按照下面三个桌面环境 首先是LXDE桌面 一个是XFCE桌面 第三是KDE桌面 三个桌面的安装命令我读在这里写了 我们首先来演示一下 先进入虚拟桌面的演示一下第一个桌面 LXDE桌面 首先我这里登录以后 选择LXDE 点击一下这里会显示LX 然后我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 这个就进入LXDE桌面环境 下面我推出来 出锅 然后我再选择LXDE桌面 然后我再选择LXDE桌面 然后我选择LXDE桌面 然后我选择LXDE桌面 这个就是FCE桌面 它这个就是这种桌面环境 大家可以试试 好了这个我也注销吧 我这是注销 第三个我就进入LXDE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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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FCE桌面 然后我再选择LXDE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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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进入LXDE桌面 这个环境桌面上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一个更轻的桌面 它只是有这些东西 我们要退出来 就像这里退出来 它这个WAP浏览器 它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换位退出就是这样退出 因为我还是尽力我默认的这个 这个嘛 因为我这个是虚拟机来的 所以我用下面这个 远远远远模拟的 嗯这个就默认的 好了今天关于这个 多种多桌面环境的切换 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的公职号留言 谢谢大家 再见